亚洲最重要安全会议 香格里拉对话 10号新加坡登场 美国防长奥斯汀抵达新加坡 第一件事就是会见新国防长黄永宏 而大陆防长魏凤和 第一件事也是和黄永宏碰面 并且签署了两项双边协议 不过外界最关心的 还是这两位防长的线下面对面会谈 这将是拜登上任以来 美中防长的首次面对面谈话 与美国方面强调会谈是大陆方面的要求 两国防长在4月中时 曾经通过电话讨论美中关系 台湾主权以及俄国入侵 预计这次也会延续当时谈话主轴 路透报道 外界预料美中两国将会透过 发表演说的机会 针对台湾和乌克兰战争等议题相互抨击 并重申对亚太地区的承诺 魏凤和将针对大陆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 做进一步的解释 并介绍大陆实践的多边主义 以及提倡维护地区和平安全 美国方面奥斯汀将继续着重在 5月推出的印太战略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9号刊文表示 为了避免危机 五角大厦希望能够和大陆开设更多热线 尽管双方都表示 愿意讨论如何管控分歧 但外界预期美中防长会面时 仍会从台海到乌克兰战争等各个问题上 展开激烈交互 记者刘嘉宇报导 等等帮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就是维生性电解次氯酸水 跟病毒作用之后会再还原沉水 温和不刺激也不会伤害肌肤 所以母亲姐要到了 还想不到到底要买什么的话 趕快到快点购 记得输入折扣代码 CTI717 帮你把好康带回家 重康带回家 重康带回家 整理